小瑶今天穿的是和梧桐莉老师两个人共同完成的第二件闺蜜童话 这条裙子采用的是软网纱加上棉线中公式袖 整体上非常简洁大方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准备去设计一款非常夸张的宫庆袖 但是最终呢我们俩人还是做了一个无袖的 觉得这个方领片上无袖更加的简洁大方也比较的随意 这件衣服呢我们是有做胸绳的 因为它比较贴身 整体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肩宽是在正常肩宽38厘米的基础上 是减了一个3厘米胸围量 在84近胸围的基础上加了6厘米的放松量 裙子的长度一共是106厘米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打扮 首先做一条长方形 长度为裙子的长度106厘米 宽度为2分之胸围45厘米 按照后片22厘米 前片23厘米画好分割线 上平线向下25厘米打好胸围线 向下40厘米打好腰围线 后片比前片下落1厘米 首先我们打的是后片的上衣片 圆形领宽7.5 尖斜15比5 领身3厘米 领开宽3厘米 2分之肩宽画好绣笼弧线 后背收1厘米 侧缝收1厘米 2分之一处做一个3厘米的腰绳 下面的裙片减去5厘米的这个绳 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将它平均分为5分 每一个放量10厘米 整个的裙片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上一片两片 裙片两片 裙片下摆放缝3厘米 再来看看前片的上一片该如何自版 前片有座胸绳 胸绳量为3厘米 前片的小尖在后片的小尖居主上减去一个0.5 领绳这里达到了16厘米 方领的宽度为7厘米 向上起翘一个0.5 这条裙子的关键点就是在于要把胸绳转到腰绳 转绳之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最后的裁片效果 裙片的制作方法和后片是一样的 只是这里剪掉了4厘米的省量 再来剪开放量 裙摆同样增加50厘米的放白量 下一期小勺将用天丝柱麻 仿制五桶泥泥的这件小上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抢按点赞 感恩大家